全台首创AI教育中心就坐落在泰山高中 包括新北市教育局长官 泰山高中校长孔令文 以及智泰科技公司董事长许志钦 等人也为迈向圆宇宙提升竞争力 共同举行接牌仪式 智泰科技则肯定泰山高中 推动人工智慧教育基础扎根很落实 期待透过教育中心的成立 作为诠释人工智慧推动教育的基地 泰山高中这边刚好他参加我们的 那个AI图像竞赛比赛 后来得到第二名 尤其孔孝兰领导之下 他们的人工智慧非常扎根 所以我们就想说在这边 可以做起始点来推广高中教育的扎根 这是我们公司想签证给 泰山高中的首先的目的 消防感谢智泰科技 除了提供学校成为全台第一所 高中挂牌云端科技的教育中心之外 同时还捐赠AI图像辨识工具软体 协助AI教学师之的培训 这对学生配合108新课纲 不断创新课程与求别下发展特色课程 并对人工智慧新兴科技的教育 在专业及技术层面能够更加精进 感谢智泰科技给泰山高中这个机会 我们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的 这个云端科技的教育中心 那谢谢智泰科技跟我们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跟所有的科大做连结 产观学员 大家做一条龙的一个培育 那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能够培育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师资 还有让孩子们能够多配合新课纲 能够做多元的一个体验 那更而发展成学校的特色课程 在AI的应用方面我们有教到 有教到PVQC 然后PVQC有辅导证照跟比赛的进行 然后我们姿态AI OT有比到第二名 我们在上课中老师教会了我们什么是 人脸辨识跟姿态辨识 还有物体辨识 全国第一所AI教育中心 然后让我们孩子能够提升竞争力 新北市积极推动AI大教育计划 将人工智慧课程向下扎根 姿态科技捐赠软体给学校 为吸收场观学合作 提升AI素养及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育 再度往前迈进大步 新北AI大教育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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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黄又贤泰山报导 多谢观看